虽然走起路来没有同手同脚 但是还是难言紧张 这样的青涩却也显得非常可爱 这是台东施工所举办的第七届 马卡巴海亲善公主勇士的选拔课程现场 邀请到曾经担任中国妈妈选拔赛的得主 王秀华老师 进行个人形象的塑造课程 你们一定要让我们平常老师 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不要来来来来 没有分数 所以你们最好是要是清晰 我的家是美部落的 你把你从小成长的所有最美好的 最让人家惊艳的 在听完老师的指导之后 同学立刻进行台上的自我介绍 我来自台东马当部落 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 还有了解不同的文化 我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来不只是学习 我还要把我学习到的知识 传授给那些朋友 两天下来的精彩培训课程 除了有课堂上的观念传授 也有户外体验传统文化 都希望参赛者能够认识自己 若在未来能够顺利当选公主或勇士 更要好好的将原住民的文化发扬光大 台东施工所在4月28号当天 将会举办模范母亲表扬 即第七届马卡巴亥 亲善公主勇士的选拔活动 也希望届时大家能够前往台东堂场 为参赛者加油鼓励 当日也有人气票选活动 谁能胜出就能在今年暑假 成为马卡巴亥公主勇士 为台东市代言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报导 阿们